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10月25日 欢迎收看今天的华尔街财经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今天在纪念中国获得联合国席位50周年的讲话中说 国际规则和秩序不应该由一个国家或一个集团来决定 习近平在北京举行的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 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的会议上发表了讲话 隐晦地抨击了美国对世界秩序的主导地位 同时也呼吁世界和平共处 出席会议的有驻中国的各国外交官和国际组织的代表 以及通过网络视频出席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习近平说国际规则应该由联合国所有193个成员共同制定 而不是由某些国家或集团决定 联合国所有193个成员国都应该遵守国际规则 没有例外 他说北京反对联合对抗和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并且呼吁不同的文明和政治制度和平共处 习近平说没有一种文明比另一种文明优越或是更好 判断一个国家的道路应该看它是否能够带来繁荣和改善人民的生活 并且列举了中国的扶贫工作 以及其对联合国预算和维和行动的贡献 作为北京对世界的主要贡献之一 根据国营的《环球时报》报导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视频向习近平质疑周年祝贺 习近平的讲话 政治联合国因为中国和美国之间的争执而变得越来越分裂 随着中国和西方之间的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分歧的加深 联合国已经成为了在台湾、香港、新疆和南中国海问题上争夺的战场 就在习近平讲话的前一天 在上周日 美国国务院试图通过联合国提升台湾的国际地位 他在周日的一份声明中说 美国国务院的高级代表和台湾的外交部 讨论了扩大台湾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论坛的参与度 而讨论的重点是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联合国 共产党政府在1971年接替了当时的中华民国 也就是台湾获得了联合国的席位 而同一时间台北被正式的驱逐出联合国 上周四 美国总统拜登在CNN的电视采访中明确地说 如果中国攻击台湾 美国将会保卫台湾 此话引起轩然大波 但是观察家们注意到 与预期相反 习近平今天的讲话 并没有把重点放在台湾问题的紧张局势上 或者是批评美国的立场 北京语言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院长黄敬说 在今天的讲话中 习近平没有点名美国 而是对华盛顿采取了一种更加柔和 更加调和的语气 这与他以前的讲话明显不同 习近平没有阐述中国自身的成功 和对抗美国的战斗精神 而是努力将中国打造成一个 与世界分享共同价值观和利益的国家 对其他国家不构成威胁的形象 黄敬认为习近平的讲话 没有触及微妙的台湾问题 因为中国政府将台湾视为其内部事务的一部分 并且希望淡化对其对抗性的言论 中国海洋大学的国际事务专家 庞中英则警告说 中国和美国之间日益增长的对立和不信任 不仅有可能使联合国和其他多边机构陷入瘫痪 而且还会阻碍北京促进以联合国为基础的未来秩序的努力 他说习近平和中国官员反复强调 需要维护基于国际法的世界秩序 以联合国为核心 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联合国在未来的世界中 可能只能发挥有限的作用 美国及其盟友会质疑他的相关性 庞中英说 习近平没有提到50年前的197年联合国决议的背景 该决议使共产党政府接管了以前 由台湾占据的联合国席位 当时如果没有基辛格在同年早些时候对北京的秘密访问 中国就不可能重返联合国 这标志着中美关系当时开始缓和 他说如果北京现在认真想要修补与华盛顿的关系 习近平可以把帮助中国重返世界舞台的功劳 归功于基辛格 但是他没有这么做 再来看另一条关于习近平的消息 一个讨论习近平传记的读书活动 在最后一刻突然被取消 引发了人们对中国干涉欧洲学术界的担忧 德国著名媒体明镜的前主编 现任世界报的出版人奥斯特 日前在德国表示 带着新书《习近平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 是一本传记作品 原定于10月27号在汉挪威大学 等学府同当地的孔子学院联合举行新书介绍和读书活动 但是该活动突然被取消 奥斯特说 非常的出乎意料 在中国方面的压力下 活动被取消了 他说 据我们了解到的情况 中国驻杜塞的总领事 亲自出面进行了干预 而根据德国媒体报道 汉挪威方面则是上海同济大学施加了压力 该书的出版社称 一名孔子学院的工作人员表示 不可以像一般人那样评论习近平 现在习近平是不可触碰的 不能议论他 出版社认为 两家孔子学院取消活动是一个令人不安的信号 奥斯特说 目前的状况显示 中国正在向独裁国家的方向发展 他说 这本书并没有任何的政治目的 只是讲述习近平的生平 以及他的政治主张 他认为该书没有敌意 是以多元角度阐述中国的发展历程 尤其是在脱贫方面取得的成就 奥斯特说 写这本书是因为 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了一个 在经济上超越西方的专制国家 不仅如此 他还在国际领域 推行同我们的自由理念 针锋相对的价值观 习近平《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一书 已经于今年的7月份出版 台湾的芯片巨头台积电决定 遵守美国的商务部的信息要求 这在中国激起了愤怒和不安 因为中国担心 华盛顿可能利用这些信息来制裁北京 尽管台积电说 他不会向美国政府透露机密的客户信息 台积电是全球半导体行业 最重要的参与者之一 他在今天的一份声明中说 他将回应美国商务部向芯片供应链中的公司 寻求信息的要求 美国的这份名单上 还包括韩国的三星电子 和美国的英特尔等芯片公司 目前尚不清楚台积电将向美国提供哪些具体信息 但是台积电表示 不会披露客户的机密信息 不会损害客户和股东的利益 然而这些保证并未能缓解海峡对岸 北京的担忧 虽然美国政府表示 他要求各个公司提供信息的目的 是为了找出芯片短缺的原因 但是此举在中国还是敲响了警钟 北京大学的研究员陈希说 有些数据有可能帮助华盛顿 以更加精确的方式对中国公司进行制裁 作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晶圆代工厂 台积电对中国将高端芯片设计转化为成品至关重要 此前台积电决定遵守美国对华为的制裁 严重破坏了华为的智能手机业务 台积电还停止了为飞腾信息技术公司生产芯片 该公司是4月份被列入美国实体名单的 7家中国超级计算机相关机构之一 这对中国追求超级计算机也造成了打击 台积电遵守美国的要求 引发了人们对下一步的担忧 特别是如果美国获得与中国对台积电依赖有关的数据 中国社交媒体微博上的一个用户 将台积电同意交出信息 描述为向美国下跪 该文字获得了大量的点赞 还有中国网友表示 台积电交出数据的那一刻 他就不再值得信任了 批评台积电的文章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 但是尚没有任何中国的政府机构做出评论 台积电去年占全球代工市场收入的54% 是全球半导体产业链的核心 他在中美科技竞争中做出的选择 会对中美竞争产生深远的影响 台湾的分析人士则认为 台积电、三星和其他半导体公司 可能会提供相对不敏感的信息来回应美国商务部 但是与客户的商业秘密和权利有关的关键信息 比如说客户名单、订单内容和金额将会被保密 以保持台积电与客户之间的长期信任 而且美国商务部要求半导体产业链上的企业 是自愿提供有关其销售、库存和客户细节的信息 以量化半导体供应链的风险 去年台积电17%的收入来自中国大陆 而62%的收入来自于北美地区 另一条最新消息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本周访问卡塔尔期间 将会与阿富汗的塔利班临时政府的一个代表团举行会谈 这是两个月前该武装组织在喀布尔掌权以来的首次中阿高级别的接触 外交部发言人说 王毅将与本周一和周二在多哈讨论阿富汗的局势和共同关心的问题 并且表示阿富汗人民面临许多困难 迫切需要外部的支持 作为阿富汗的长期友好邻邦和合作伙伴 中国一直主张利用对话和接触来引导阿富汗局势 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 并且帮助阿富汗人民克服困难 在塔利班的部队横扫阿富汗之后 中国是最早与塔利班建立联系的国家之一 7月份在塔利班接管卡布尔的两周之前 王毅就在天津会见了塔利班代表团 中国在9月份宣布 他将向阿富汗捐赠价值2亿元人民币的援助 包括食品和疫苗 北京要求塔利班保证 他将切断与所有恐怖组织的联系 特别是与东伊运的联系 北京指责该组织在新疆发动袭击 外交部表示 在卡塔尔之后 王毅还将访问希腊 塞尔维亚 阿尔巴尼亚和意大利 行程从本周三到周五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